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是白丽娟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丈夫点穴专业班课程 前面的课程啊 老师呢和大家一起学习了 补土派丈夫点穴的十四道门 拾起一个穴位 还有什么收工法 同学们呢 是不是都足以的进行试操了呢 那你们在试操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都有了一些体悟呢 老师也看到大家在群里的这个积极的交流 以及提交的座椅 这么古老的疗法 有了更多的传承和创新 老师呢非常的开心 在第一解课里 老师也跟大家讲过 开门穴作用之大 仅操作开门穴 就能把疾病调理到80% 那剩下的20%呢 跟谁有关呢 跟本经有病 本经求的配血有关 那同时还跟谁有关呢 跟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的习惯 以及呢 对你是否进行配合有关 你在调理过程当中 你就要帮助改掉他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吃冷忍啊 催冷风啊 熬夜啊 打麻将啊 抽烟喝酒啊 等等一系列的 那要说到配血呢 本经本穴 树木穴 拔麦交回穴 那么在临床上 这些配血 如何跟我们这个开门穴 进行搭配运用的呢 接下来的课程吧 我们就是按照人体的三交顺序 从上至下 也就是说分析我们的心肺呀 脾胃呀 肝胆呢 等等的相关病症 并教给大家如何运用我们的开门穴 加上这个配血 辨证失质的 以及呢 他的这个操作的手法 那下面呢 就用一个病案 详细的说明 我们在这个临床上 整体失质的这个重要性 那比如说我们就 跟这个肺有关啊 肺相关的一些很常见的病症 那特别是在 当今的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是不是很多人都非常害怕 自己染上这个咳症 那如果引起咳症的病症原因 是单一的 轻度的 那么我们只调理什么 肺胀就呼吸相关的一些经验血 你就可以立刻缓解这个不适吧 因为这是只是单一的轻度的 你用这个处方穴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 那但如果遇到一些病情原因比较复杂的 数问 壳论篇也说过 我们五脏六腑 皆令人咳 非毒肺炎 那乳门四亲里也说过 风寒 鼠 湿 照 火 也可以什么 结令人咳 那也就是说 引起咳嗽的原因 非常之多 有内阴 还有什么 外邪 当我们的病因病急 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或者是这个症状出现了很久的情况下 我们要调理五脏六腑的内阴 又要去除什么 风 寒 鼠 湿 照 火 这些外邪 那怎样进行操作呢 开门穴 加配穴 加缩工法 我们的同条公式 就是把复杂的问题 用最直接的 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 好 开门穴 以土为贵 以调理脾胃为先 使我们的气血 生化有缘 打开我们的三角 三角烫虫了 也就是通调我们的脏腑气氛 使精气上下贯通 对吧 那要五脏六腑呢 恢复正常有序的运转 那人体阴阳平衡了 免疫力就高了 然后呢 我们再选取一些相应的配血 加强对经络脏腑的一个条例 最终让人体的自身的正气提高 和我们医者的共同努力 把这个病血就给它化开 有些患者啊 把这个病情往外排除的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排寒排湿的 还有是排便排汗的 乃至还有口吐的方式 进行排除体外 那我们看 肺部常见的疾病 有哪些疾病呢 除了咳症之外 我们还有呼吸系统的疾病 急慢性的 脂气管炎 肺积水 咽喉肿痛 湿阴等等一些症状 另外我们的肺主皮毛 还有一些急性的皮肤相关的病症 都可以采用我们这个肺部相关的通调公式 进行整体调理 就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肺病专题的通调公式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一套开门穴 六个配穴 再加上收工 那这个六个配穴分别是哪个呢 本经本穴 就是我们的经渠穴 哪个经络的 肺经上的啊 有两个树木穴 分别是谁啊 肺树穴和中腐穴 还有一个就是拔麦交汇穴 拔麦交汇穴 猎缺和造海 还有一个经验穴 就是我们的这个定喘穴 接下来呢 结合一个具体的病案 分析一下和分享临床上 我们是如何利用通调公式 进行辩证失智的 这位患者是一个男性啊 56岁 他祖术呢 就是说是什么 咳穴有几年了 两年了 最初呢 是由于受风寒感冒了 但是一直没有根治 没有根治 时好时坏 每当天气冷了的时候 或者有风的时候啊 遇着风寒的时候 他就咳嗽 马上就会咳嗽 有时还伴有什么呢 鼻塞 包括咽喉痛 等等的一些症状啊 病气呢 越来越严重了 一咳嗽 就咳嗽的前胸背部都疼 就是有的人就好说 哎呀 我咳嗽的胸腔都疼 那来诊所的时候呢 正好赶上我们东北这个天气啊 冬天嘛 天气比较冷 他就咳嗽的 咳嗽不止吧 就是这样 那个进屋说话啊 说几句话 咔就咳嗽 咳嗽完以后呢 再说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没等说完 他再咳嗽啊 就这样断断续续 他把他这个事情就讲完了 那我们分析一看啊 典型的外寒寝飞 啊 外寒寝飞 日久呢 又伤到我们哪了 痞和肾脏 等等这些脏气吧 伤痞 气血 运化就受到什么 影响 就使我们脏腑逐渐 失氧 对不对 伤肾就无法纳气了 造成我们这个肺气 无法去沉降了 也产生咳嗽 甚至有弹结 那我们辩证完毕了 通过这个通调公式 进行操作 首先是什么 一套开门穴 大家就记住啊 你首先脑海里 就一套开门穴 让人体的气血 怎么 生化有缘 啊 五脏六腑有所滋养了 恢复有序的 正常的运转状态了 那我们再搭配六个配血 这六个配血 我觉得加强是什么 对肺啊 脾肾 肾的一些条理 就化开患者的这寒气 弹结啊 强健这个脏腑的啊 那具体是怎么样进行操作的 我们先依次打开前胸腑部的开门穴 然后再操作我们的前胸腑的配血 是谁呀 中腑穴 那这个穴位左右各一个 两侧呢都要取穴位进行操作啊 你要用点柔法 点柔法 如果肺不好的人比较敏感 你一定要有浅入身的进行操作 不要一下子给患者点痛了 他点痛了对你有一种巨案 巨案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失智效果 中腑穴 他不仅是肺经上的一个穴位 而且呢 他还是肺经和脾经的一个交汇穴 那皇帝内经说过 脾肺呢 合气于齿穴 顾名为什么 中腑穴 那我们再看个中腑穴的 他这个功用是干什么的 清旋上胶的 书条肺气的 而且呢 通调脾肺的 那我们这时候前腹部的开门穴和配穴 是不是全部操作完毕了 完毕我们要有一个什么辅助手法 引气归缘 接着我们再来做首部的吧 上肢的这个配穴 本经本穴 经取穴 我们在基础班已经就学过了 费经的经器 经过的 冲渠的药道 那还有我们的拔脉交回穴 裂缺 咱们上面通调公式里 是不是裂缺穴加上什么 造海穴 那我们现在这个裂缺穴在首部 那我们先操作裂缺穴 裂缺穴取穴的时候 就像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杆的 像一条裂开的这个三股 顾名为什么裂缺穴 那这个穴位属于肺经 跟七经拔脉 哪条经络相通的呢 跟韧脉相通的 韧脉 同于阴经 那也就是通调我们这个五脏之气的 那因为患者病程比较长 有两年了 那么他这个病邪 与每一脏都有可能有感 那裂缺穴 作为我们这个韧脉的一个交汇穴 他就能调动几条经络的之气 更显作用 所以说你点这个裂缺穴 我们就可以调动几条经络的这个之气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什么患者翻身 服务操作背部的什么开门穴 以及背部的配穴 我们把背部的开门穴操作完之后 我们首先要操作的是谁呀 定喘穴 再往下操作我们的肺疏穴 都是左右各一个用点揉法 用点揉法定喘穴 顾名思义它是平定喘穴的 点通此穴位就能激活调动我们肺气之功 临床上对这个咳喘有特效 我们的颈原穴都是经过我们临床多年实践所得的 那我们再看看肺疏穴 它属于背疏穴 是肺气转输输住持穴的 也是治疗我们这个肺部疾病的关键药学之一 背部的开门穴及配穴 我们全部操作完毕之后 要做我们的背部的辅助手法 第一要推热什么 膀胱经 第二呢 补火生涂法 那最后我们要去操作谁 还有一个配穴是谁 赵海穴 赵海穴是在我们这个下肢 所以依然用什么方法 点柔法 拔脉教会学这个赵海穴 它属于哪个经络上的穴位 肾经上的 肾主收引的 与一切寒症是有关的 所以壳说一般都是多见为什么寒壳 那我们取这个赵海穴 赵海穴是通这个齐经拔脉里的是谁呀 阴桥脉 阴桥脉 并且是阴桥脉的一个起始穴 那它主要的功用是啥 注音器 推动各脏器的运行的作用的 开门穴和配穴全部操作完之后 我们要患者起身 要做什么 我们的收工法 就是点按第一天 也就是第一次 三角通了 气顺了 它壳说就减轻了 一走之后呢 它的壳基本上就止住了 胃寒呢也得到改善了 那做完一个小疗程 也就是十天的时候啊 它的咳嗽症状全部消失 那为了巩固一下它这个疗效 我们又建议它做了一个小疗程 后来回房 没再犯过 没再犯过 那在条理咳嗽的患者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我们的肺在五星当中 属什么 属于筋 筋怎么样 爱清洁 那当人呢 轻微咳嗽的时候 就会把进入体内的这个寒 或者外邪呢 通过咳嗽排出体外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也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通过打针也好 吃药也好 一下子就把这个咳止住了呢 就容易出现什么 寒食积累在我们的体内了 会加大我们在今后调理的一个难度 那另外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如果你就遇到一些咳嗽的 比较厉害的 特别重的患者 躺不下 怎么办呢 你怎么给他治疗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丈夫点学需要患者躺下 怎么办 我们就先给他止咳 这个时候我们叫先给他止咳 止咳完毕之后 我们再给患者进行实治 让他舒适躺下 我们进行给他实治 那如何去止咳呢 首先我们按照这个患者的本经本穴 哪个 经骑穴 之后呢 我们再按患者的中腹穴 再按背部的我们这个肺疏穴 如果患者咳嗽减轻了 或者止住了 就让他躺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经过这个处理 他还在咳嗽的比较厉害 你马上加上什么 定喘穴 定喘穴 然后把他这个咳嗽和喘症啊 缓解掉 之后呢 我们再让患者躺下进行失治 那还有 在失治的时候 患者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啊 他失治的时候 患者会出现有痰呢 那有痰的出现 你还能让一患者憋子吗 不能 你要患者把它吐出来就好嘛 然后你再进行继续失治 再进行失治就好 千万不要让患者把这个痰憋着 或者再咽下去 就是无论是患者想往外排气呀 还是口吐啊 等等啊 你都可以的 让他立即排除 你可以在失治的时候 跟患者讲清楚 如果你有痰出现呢 或者想排气呀 你就尽管做啊 想怎么样就可以 那你在治疗完后呢 我们一定要提醒患者 平日里的注意事项 那你他都要注意什么 首先要注意什么 天气的变化 你就避免我们什么 风寒预防外感嘛 那俗话说 神仙也怕后脑风啊 那一定要做好 颈部的防护 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寒从脚下来 脚下起 那你就一定要他把这个 脚底下注意保暖呗 那饮食上要注意什么 辛辣呀 刺激的呀 还有这个 既烟既酒啊 那你咱让他做一些 适当的运动 那在这里呢 老师再补充说明一下啊 说明什么呢 如果是酒壳严重的 身体呢 又比较虚弱的 那你就一开始 就把我们这个 裂缺穴和造海穴 也就是这两个 拔脉交汇穴 你就直接夹上 但是如果要是说 这个患者病情不是那么重 也算正常 身体状况还可以的情况下 你就先做什么 开门穴 加上我们这个 本经本穴 还有这个树木穴 进行调理 那如果调理三天之后了 感觉还有一些 不是很明显 那你再加上我们这个 拔脉交汇穴 也就是说 猎穴和造海穴 拔脉交汇穴的 其实它的威力很大 它的这个威力非常之大 可以这么凶 我们这一个拔脉穴 就好比一个什么 导弹 那导弹加上导弹 它就变成了什么 原子弹 你想想原子弹的威力 有多大呀 大家一定要自己 进行时操去体会 去体会 咱们一定大家要学 这个配学啊 或者这个通调公式 一定要什么 灵活掌握 灵活运用 不要学死了 那我们基本上 对于这个咳喘的 还有急慢性气管炎的 我们肺积水的 咽喉肿痛的 失音的 等等一些症状 肺主什么 皮毛 还有一些急性的 急慢性的 这个皮肤的 这个相关的病症 你就都可以用 这种通调公式 进行调理 进行调理 临床上 我们肺部的疾病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和种类 但补土派 丈夫点续的 调理思路 就是要什么 打开我们的三角 使上下精气 之贯通了 我们的气血 运化 就生化有缘了 它那样五章六腑呢 有所滋养 同时呢 在搭配我们 肺经的呀 比如说我们 脾经的 肾经的 相关的配血 更进一步的 能推动 和化开 我们这个病邪 逐渐的呢 达到一个 恢复一个健康的状态 大刀之间 一发通调 一发通调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 肺部相关病症的 一个分析和条理 那可以对照学习的资料 配合这些通调公式 你进行失潮 进行失潮运用 刚才呀 是讲的对 肺脏的条理的通调公式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的丧脚 还有谁呀 哎 我们心脏的相关知识 心为一身之主 心包带心 主受血 所以也俗成有余 就这样的话 就一般 心是不受病的 那但在我们临床上啊 心脏如果相关的疾病 我们基本上 要把啥 心和心包 一起进行调理 那心脏出现了问题 常见的疾病 有哪些呢 无论乎就有什么 怪心病啊 各类的心血管疾病啊 心脚痛啊 心胸脏满啊 还有前胸后背痛啊 等等吧 一些相关病症 都是因为什么 思虑过了 老隽态过了 伤着我们的心脾了 引起了 引发的失眠呢 心烦呢 头昏耳鸣啊 像产后的孕育了 神脾乏力吧 等等心脾两须的一些病症 我们都可以采用心病专题的通调公式来进行调理 这些通调公式 我们第一个首先是谁啊 开门穴 加上我们的九个配穴 加上说工 这九个配穴分别是哪些呢 有两个本经本穴 因为我们是心经和心包经一起去调理 那首先有两个本经本穴 就是我们的劳工和少府穴 两个背书穴 背书穴是谁啊 绝音书和我们的心书 书墓穴 为什么没有墓穴呢 心经的墓穴是属于聚穴 在哪里 开门穴里 那我们心包经的墓穴 是哪个 淡中穴 淡中穴也是我们开门穴里的穴位 所以啊都已经在开门穴里进行操作了 我们在此呢就不进行配穴的时候 就不再进行重复操作了 但不等于不是书墓穴的配穴方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啊在这里只操作 绝音书 心书 两个穴位 还有两个拔脉交汇穴 公孙和内管穴 那我们的经验穴 给出了条心脏病的是什么 三个穴位 大龄 神门和官员 同样 我们还是以一个冠心病的这个病症分析吧 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我们在临床失智的时候 整体的重要性 患者呢是一个女同志啊 她是一个部队的离修干部 她主述是啥 冠心病啊 几年了 好几年了 60多岁退休 各家没干别的 就是心脏病反复住院 因为啥呢 心脚痛呢 她就是心痛反复发作 什么高血 呀呀 失眠了 烦躁啊 乏力啊 乃至我的肩背疼痛啊 等等一些病症 全都出现 常年住院 每次呢 都要抢救一字两次 就是她来说的时候 我也跟她开了一句玩笑啊 你不愧是一军人 总跟我们搞军事演习 每次军事演习都是啊 化险为夷了 是不是 哎 她也乐了 后来她女儿说 可不是吗 就这么回事 那你看咱们通过我们诊断呢 是啥 她就属于长期的心痛 发展到什么 真心痛了 持续不好 追七七 根本原因 一定是什么 出现了问题 气血 生化之源 出现了问题 你气血要充盈了 病 才能治愈吗 那病情发展 至此了 她心包已被外邪的 这个打破了 所以说 直犯我们的哨音了 故呢 加进我们心经 要同时进行 怎样 调整 那这种严重的病症 已经不是一条 或两条经络 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故此呢 我们调动 注存 其经拔脉的 这个经器 尤其显微重要了 那治疗的效果 也一定是得到 进一步的加强的 辩证完毕了之后 我们要按照通调公式 进行一个实质 操作的流程 还用重复吗 那我们第一个 腹部的配血是谁啊 官员血 官员血 作为我们通调公式里的 经验血 是任脉和足三音精 交汇的 官员是小长的墓穴 小长跟我们心是相表里的 拥有一样五行属性 都属于什么火 心为什么 军火 小长为向火 那如果作为君主的这个心 也就火力弱了的时候 我们谁应该一马当仙呢 就是我们为亲信的向火 也就小长一定要发力来支持的 小长的墓穴 小长之气 狙击于什么 拮据于在哪 官员血 所以说就能发挥好向火的功用 所以我们作为它是经验血 皇帝内经书问里 我们举通论里也说过这样 充脉取决于官员 充脉是同龄注经气血的一个经脉 那官员血 作为我们充脉的起始血 也就能够推动我们全身的气血运行 所以说这个官员血 看上去比较简单 但实际的它的作用呢 是非常之大的 就像我们的开门血 每个血位看上去都比较简单 但实际它的作用都非常之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是只操作开门血 就能把人体的疾病调理到80% 原因也在于此 那因此我们在这个调理心脏疾病的时候 久病虚弱的了 我们再加上啥 官员血 也就是这样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 首部的血位是谁啊 劳工和少府 大龄神门内官 劳工是新包经的一个本经本血 少府呢是新经的一个本经本血 再来看两个经验穴 大龄和神门 通过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穴的位置 刚好跟什么 我们的劳工和少府都属于一样的经络 都属于一样的经络 大龄和神门也是一对好的邻居 调理的时候两个穴位呢 我们分别进行一个点按 也可以两个穴位一起进行点按 或者点揉都可以 那我们看看大龄穴 大龄穴属于新包经上的一个穴位 新包经的圆穴 是武术穴里的这个书穴 五行当中属于土 用于我们这个心啊 心神啊 脾胃啊 及头目上的一些积患 所用此穴 那再看看我们神门 神门属于这个心经上的一个穴位 也是心经的一个圆穴 一个是心包经的圆穴 一个是心经的圆穴 那武术穴里头也属于一个书穴 五行当中也属于什么 驼 心肠神 齿穴为心气 初入之门户 那顾名为神门 主要用于调理心 以及神治病的 那再来看看我们这个拔脉交汇穴 内关穴 内关穴是我们心包经的一个落穴 它通于齐经拔脉里的阴尾脉 根据拔脉交汇学的这个属性呢 它能够调理什么 胃心胸一些的相关病症 因此我们调理心脏病 加上我们的内关穴 效果非常之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背部的这个配穴 背部的是谁 绝音书和心书 背部的绝音书和心书 那背上的书穴是什么 精气传输留住的部位 也就是说我背书穴的一个功用 所有的背书穴上 它都有传输留住的功用 它对我们直接调理丈夫对应的病症 都是关键的药穴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点揉两个穴位 也可以用我们的大拇指呢 从这个绝音书到心书这个位置进行推 也可以 也可以 主要是什么 激活两个穴位 那最后我们看看足部的这个公孙穴 公孙穴属于什么 拔脉交汇学的穴位 它属于脾经上的一个穴位 它是脾经的一个什么穴 落穴 通于我们的充脉 充脉为五脏六腑 十二经脉之海 又为血之海 可以调理九种心脏病 也可以同时调理什么 我们的脾胃 跟内观一样 公孙也善于调理 未心胸的疾病 那也就可谓叫什么 公孙家内观 何于哪儿啊 胃息胸 这个一套开门穴呀 搭上我们这个九个配穴 你就进行按疗程进行调理 大家一定要告诉患者 进行按疗程进行调理 因为啥 这是我们正常状态 现在他是病位 那你通过调理一点 一点一点达到正常状态 所以说你跟患者一定要 就是说 说清楚 那我们第一个疗程 十天里 这个患者就有什么改善呢 之前的睡眠 烦肇 乏力 肩背疼痛 等等一些 他都有了改善和这个缓解了 他就高兴了 心情好了 那他到第二疗程 也就是我们第二十天里吧 这个患者就跟我们反馈说啥 我这个心脚痛啊 也减少了 次数也少了 那他就坚持第三个疗程治疗 和第四个疗程治疗 那他这个心脚痛啊 和这个高血压呀 也都逐渐的恢复了正常状态 那他去医院检查啊 通过心电图啊 及各项指标啊 检查呢 他都恢复了正常 所以他特别开心 那我们再加 告诉他 你再巩固一下 再巩固一下疗效吧 那你就加做一个疗程 第五个疗程 那这样一共加起来 也无外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患者的这个冠心病啊 得到了一个康复 之后呢 也没有再复发 那我们在调理 这类病的时候 患者的时候 不要耽误患者的就诊时间 你像心肌更死啊 你要耽误了时间 你是不是会出现麻烦 对吧 那你就建议 这个时候的患者 先上医院去治疗 治疗完毕 私自后 我们在你这个危险期过后 我们再按疗程 给你进行 慢慢进行调理 达到一个康复的状态 但是这个时候 好你的手法要什么 一定要稍稍轻一点 轻一点 那在调理的时候 我们依然还要提醒患者要注意什么 平日里头就不能太发脾气吧 你情绪过大 能行吗 哎 就不能让他波动过大 过喜啊 伤心啊 过怒啊 伤肝啊 其次呢 我们要患者不能太劳累了 你要说 在这个你调理过程当中 你还需要 哎 觉得身体行了 我去熬夜打麻将去了 能行吗 那是不行的 一定要患者 要患者注意什么 休息 那饮食上 一样啊 不要他样子吃些太油腻的东西 辛辣的 纵口味的 咸的 尤其我们东北人 咸呢 油腻比较大 你就告诉他 都不要去吃 都不要吃 包括我们这个烟酒 浓茶 等等吧 建议患者做一些什么 舒缓的运动 比如说 我们散步啊 太极拳啊 气功啊 这种之类的 比较 是有什么 较缓的这个运动吧 以什么为主啊 补气 缓和运动为主 那大家在 后续的工作当中啊 遇到这种患者 患者来了 就想当场见效 来了以后 就是我这种患 那个惯性病 你就一调理一次 我能达到什么效果 你一定要跟患者讲清楚 可能吗 他这个病形成的 冰冻三次 非日之海 他形成的一定是啥 青年累月的这种透支 那你要想 调理康复的话 也点需要一个过程吧 你得病都需要一个过程 我调理也要给我 一个过程 那本门派的这个疗法 是以土为贵 以气血生化资源 就是有缘为主 循循渐进的调理 让患者更安全的 一样循循渐进的 进行康复 那每个阶段 患者身体的变化 你可以添加 还可以减少一些配血 因此呢 一定要按什么 疗程进行调理 当然这种解释啊 你也不见得能打动 每一位患者 因为你跟他说 气血生化资源的时候 他不见其能听得懂 他就觉得 我心脏有病 跟气血生化资源 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所以这个时候 不仅要有信息 你还一定要有耐心 对患者啊 真就是对亲人 一样那样对待 那俗话说的好 咱们说金杯 银杯不如什么 口碑 大家只要多下功夫 多进行视潮 你多操作 你做出了疗效的 这个一案 越来越多的时候 患者的口碑 就是最好的解释 和什么证明 其实我们 这个小小的诊所 患者都来自于 一穿石 十穿板 真是这样 获来的 我们从来没在 广告上 就是说什么网络上 打一些广告 真都是靠口碑 相传而来的 希望你们呢 一样也能做到 是这样的 同样的 那我们在后续的 这个临床上 关于我们 胃 心 胸的相关病症 如果像案例里 这样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拔脉交汇学 你直接就加上 那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 隐隐作痛啊 或者偶尔心烦呢 那你就什么 开门穴 本径本穴 书目穴 进行调理就OK了吗 但你当疗效 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不理想的时候啊 你再添加什么 拔脉交汇穴 公松和内观 就相当于什么 导弹加导弹 加变成了一个原子弹 就能调动我们 拔脉的力量 来补充 生化我们的气血 对不对 那助力我们 魏心胸的相关疾病的疗效 本解课呢 我们学习的内容啊 知识点比较多 比较多 那大家呢 在今后的生活呢 或者是工作中啊 你会遇到这些肺病和心病呢 这两种病症 你是不是完全知道 如何进行调理了 对吧 那有的同学会说 哎呀 知道是知道 就是呢 好不容易才记住 我们这个十四道门 拾起一个穴位 这一下又加了什么 好几种新的配穴方法 比如说树木穴呀 拔脉交汇穴呀 金烟穴呀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要万一漏掉了怎么办 有一句老话吗 说得好 好记性 不如一个烂笔头子 今天的客户作业 你就把这两组的 这个通调公式 你默写下来 而且呢 你也可以有一个什么方式呢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个小小纸条 贴着你自己 能看着的比较明显的地方 然后你再进行去操作 也是可以的啊 就好比像老师给你整理一个这样的表格 那你就按照我们前腹部的 还是上肢的 还背部的 你都罗列出来了之后 你操作两个以上 老师相信你 你就可以记住了 你不用再去看 你把我们这个通调公式啊 也就是开门穴 配学 收工法 一起进行操作 让这个模特呢 非常舒适的 体验的你这个完整的调理过程 他有了感受 他就会跟他周围的朋友说 哎 这种方法特别好 哎 狮子起来 人又舒服 而且呢 还能达到效果 老师还是跟大家强调一句什么 一定要进行时潮 只有时潮 有了手感 你才有治疗的效果 那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学习脏腹点血的临床运用 感谢同学们的聆听 同学们下节课见 感谢同学们的聆听 感谢同学们的聆听 感谢观看